为什么老是忘记东西 书文医生特要专家尹利赫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为什么老忘记东西 这个先给大家就是说是 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能够记住东西 因为我们想要记住东西的话 从外界的刺激 包括语言呀眼睛呀 看到耳朵听到呀等等的这些情况 我们听到了看到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的中枢神经会把它反馈到 我们的称为脑子里面一个叫丘脑的地方 然后包括我们的皮层 还会整合我们的信息 帮助我们去记忆 然后还有我们的海马 也是我们记忆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中枢脑部的结构 如果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跟我们皮肤衰老一样 皮肤长皱纹的弹性可能会要差一些 那么我们的海马丘脑大脑皮层 肯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会有萎缩 它们功能下降 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 也大不如二三十岁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这种老龄化的记忆减退 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衰退 那么当我们的脑子 像重要的这个跟记忆相关的 这些重要的一个中枢 发生病变的时候 比如说是有的人是脑梗 有的是脑出血 有的是脑炎 那么还有的是肿瘤 当这些重要的跟记忆相关的器官 发生病变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记忆力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就说是记忆力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要分清楚是正常的老化 还是到底我们的重要器官发生病变 导致我们记不住事情了 这个我建议大家最好到神经专科医生那儿 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和判定 一般情况下到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 但是这个影响的度啊 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你比如说是 有些老教授对他的记忆的关注程度 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就是这种打工的呀 或者日常生活 就是攻心普通的这种人群的 这种记忆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根据他的文化程度 还有受教育程度 还有他的工作性质等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是 我们神经专科有专业的量表 就是根据不同的文化程度去判定 他到底是个病理性的 还是生理性的 是可以判定出来的